国会议庭今天又上演激烈的朝野骂战 巫统巴西沙勒区国会议员 拿杜斯利打阻定质问交通部长陆兆福 政府重新公开招标 铁道资产机构多项土地发展计划之后 到底有多少原本直接获得工程的土著公司被淘汰了 虽然陆兆福一直强调没有淘汰土著公司 但是打阻定还是非常不满 结果激烈骂战一发不可收拾 西蒙政府上台之后 由陆兆福掌管的交通部就发现 在铁道资产机构下 有很多土地发展计划 都是由前朝政府直接颁布给发展商的 所以决定重新检讨和公开招标这些工程 只是没有想到 这件事让今天的国会下议院 掀起了激烈的朝野骂战 巫统巴西沙勒区国会议员 打阻定质问陆兆福 交通部借由重新公开招标工程 究竟踢走了多少土著公司 无论陆兆福重复多少次 没有淘汰土著公司 打阻定还是一直紧咬不放 巫统笨针区国会议员 拿都斯里阿莫马自兰 公正党婆罗州高原区国会议员 威力末随后也加入骂战 场面失控 陆兆福强调 所有工程都必须公开招标 政府会似乎最好最合理的价格 来决定把工程颁布给哪个发展商 而不是以土著和非土著公司来做决定 另外他也透露 铁道资产机构未来三年内 会发展巴生谷 柔佛和槟城一带的土地 政府会先探讨合适的发展计划 再公开招标 八度空间李小彤 国会大厦报导